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让我们看见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晚辈 并且有美好的盼望 所以最后再勉励我们有了信心 就要有愿意回报的爱心 信徒在爱心上有赢尽的本分 这边说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对弟兄的爱 第二个对客旅的爱 第三个对受苦者的爱 我们先看第一个对弟兄的爱 第一节就说到 你们勿要长存弟兄向爱的心 信徒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 一时的彼此相爱和世人并无分别 神所喜悦的是长存弟兄相爱的心 如果只是一时的相爱 这没有什么价值 一切属世的团体也都能够做到 信徒必须要努力持续的相爱 才算是一个相爱的生活 相爱不容易 所以相爱也是一种选择 选择去爱你所不喜欢的人 而不是只有你所喜欢的人 教会就是我们实行爱的地方 教会就是我们的家 所以这种爱并不受地上国家 种族阶级财富的限制 所有在基督里的弟兄 都是我们所应当同样向爱 如此教会就跟世界分别了出来 第二种对客旅的爱 第二节说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不但朝夕相处的弟兄之间 要彼此相爱 还要与宿妹平生 无法回报的弟兄彼此相爱 当时的交通不便 旅店也很少 那旅店的名声也不太好 所以旅行不到的人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不方便 所以接待这些做主工作的神仆 还有为主受苦的弟兄 乃是古时候的信徒 一种很有价值的爱心工作 当然对现在也是 所以圣经对于这种爱心的做法 也十分重视 所以本章有说到如何接待客旅 给我们的教训跟秘诀 说到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要用爱心接待 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 有爱就不会忘记 所以要用爱心接待客旅 就能使我们对所接待的人 照顾的周到 使他们没有觉得缺乏或不便 第二个 要像接待主一样的接待 经文说 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这句话是尹正旧约的 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故事 他勉励希伯来信徒 要在接待客旅的事上 应当更加乐意的去做 然后就会在不知不觉中 接待了天使 当时亚伯拉罕是接待天使 但是我们不能期望 我们所接待的一切客旅 都是天使 但是圣经说 当我们若存着接待主的态度 去接待弟兄或主仆 神说这样也就是接待天使了 但圣经当中也有说到 对于信徒接待客旅 并非完全没有范围 他说到教会中的假弟兄 或是传异教的人 圣经就禁止接待 甚至要信徒 不可以向他们问安 第三种 就是对受苦者的爱 经文说到 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 也要纪念遭受苦害的人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哥林多前书也说到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意思一样 信徒应当关心弟兄的痛苦 就像关心自己一样 一个要向人表达同理的人 总要先深觉对方所受的苦 也是自己受的一样 才会有真正的同理 所以不但因为受苦的人 是我们的弟兄 我们也要想到圣经说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我们一样也会 在某些时候 变得跟这些弟兄一样 我们有很糟的情绪 或是遭受苦难 所以这样子去帮助别人 也是可以 让我们在哪一天 也遭受苦难 被捆绑的时候 神也同样保守一些 别的弟兄 能够来帮助我们 使我们也可以从 他们的身上得到帮助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主教导我们 不只是信心的功课 也要学习爱人 跟接待的功课 让我们学习爱人 也学习爱自己 不喜欢的人 也学习爱 树莓平生 学习爱 正在痛苦当中的人 当我们学习 彼此相爱的时候 不知不觉 就接待了天使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的名求 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